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修改面板当中找到这个样条线的顶点指层级 选择这个顶点将它往下拖曳 一直拖曳到我们准备好的样条线同样的长度就可以了 好 拖曳到最下方 这样子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花金剖面图的样条线 好 所以呢我们就把制作出的一个效果删除 直接使用这个样条线来制作 选中我们已经绘制好了这个花金剖面图的样条线 在修改命令面板当中添加一个车销的修改器 添加完成之后呢我们发现默认的车销状态呢 让这个花金非常的诡异 所以呢我们进入堆栈当中展开车销前面的加号 选中里面的轴 使用移动工具呢将它的轴呢移动到适合的位置 这样子呢就可以完成整个花金的一个车销制作 当我们回到透视图的时候 如果我们发现看到花金的内表面 我们就可以勾选参数卷展栏当中的翻转法线的命令